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角动量守恒定律 我们知道在物理里面有三个守恒定律很重要 第一个是质量守恒 第二个是动量守恒 第三个是能量守恒 那旋转运动它也不例外 那因为我们了解这个造成这个 一个旋转的系统转速改变的唯一的因素是力矩 所以当这个钢体 如果它是绕着一个固定的旋转轴在转动的时候 代表它的转动关量是固定的 那加上它如果不受到任何外力矩的作用的时候 它的转速当然也是固定的 所以两者的成绩就是它的角动量 所以它的角动量是保持一定的一个定值 就是一个常数 那因此我们有的时候可以透过一个改变它的转动关量的一个因素 来改变它的转速 但是它的角动量始终是维持一个常数 所以下面所要描述的一个状态就是说 I1是代表在出状态的时候的转动关量 Omega1是代表在出状态的时候的角速度 就是它的当时的转速 那如果它的转动关量发生了变化的时候 它的转速就会跟着改变 但是它们的成绩是一样的 是相等的 所以I2的话是代表磨状态的转动关量 Omega2是代表磨状态的角速度 好 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图例 这是一个溜冰的舞者 他穿了溜冰鞋 他当时因为他的手是伸出去的 所以他的转动关量是比较大 因为他的转轴在这里 这条线的位置 那这时候呢 他的Omega 他的Omega呢 这个时候他的转速是比较小一点 那他如果要把转速让它变快的时候 他就把手呢缩进去 缩进去以后呢 对整个转轴的转动关量呢 会变得比较小一点 他的转速呢 自然就会变得比较大 那有关这个角动量 这个守恒定律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